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在澳洲建房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必须在开工之前要做 这样会保障你开工顺利 保障施工的安全 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开工前的一个仪式 一个开工仪式 因为在动土之前 其实你是会动到这个 地上面的一些神明 所以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仪式 去让他们保佑一下我们整个工期的顺利 不要说这是个迷信 反正信则有不信则无 做了这个动作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心理引导 觉得安心很多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 请给我点赞订阅 鼓励我多拍类似题材的影片 谢谢 那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 只需要三个步骤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查 什么日子是适合做开工仪式的 那首先呢 我们在Google那里呢 就填入 黄历 动土 这四个字 那么我们随便点一个 你看他就会把 这个月 能够动土的好的日子呢 都写出来 你看 比方说今天28号 那明天呢 就是一个 可以做动土的 移 动土的 这个日子 那我们可以选明天 那如果呢 你不想选四月份 你可以选其他的 月份 那他都会告诉你 哪个月呢 在哪一天呢 是适合做什么东西的 那么比方说 我们选好了明天 那我们就要准备 祭拜的东西 一般来说 中午的十一点 之一点 这是叫午时 我们是可以进行这个 开工仪式的 要在前院向着房子的方向 做祭拜 准备一个小桌子 矮一点的 因为土地工身高不高 所以要准备一个小桌子 准备好所有的祭品 摆在桌子上面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那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 因为是国外嘛 他超市里面会有做好的 拜地主的就拜地主 拜观音就拜观音 拜天地就拜天地 他都封好了 你就买一个 然后还有这些 钱 然后呢 一定要有橘子啦 有苹果啦 有这个 烧肉啦 有鸡 有饼干 然后有个菠萝 拿三个干净的杯子 倒上米酒 要准备一把铁锹 在上面 绑一个红色的纸 拿一张红色的纸 把你的愿望写在上面 然后找一个律师封 把这个纸放到里面 背一个铁罐子 你可以在里面 烧东西的 拿起铁铁子 在地上铁几下 作为动土的动作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拜土地的那一包包装打开 然后就把它点燃 把其他的纸针也一起化掉 把其他的纸针也一起化掉 好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赞订阅 鼓励我多拍这样的视频 谢谢 谢谢